到底怎么样 才能摆脱这个臭皮蛋呢 我有一个办法 什么 快说快说 早上好阿姨 怎么样 想想要不要跟我在一起啊 也不是不行 但是 得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 下次考试 你必须超过我 考试超过你 对啊 虽然我成绩好 但是在这方面 我可不会放水呦 好 那一言为定 你别后悔啊 嗯 想让他这种效吧 成绩肯定不好 你就和他下次谁考得好 怎么感觉不对劲呢 年纪第一 出广哈 二一 怎么办 我差不要那么在一起 别怕 我还有PlayB 周广涵 老师叫你 嗯 一天到想起了小颗铃 已经约好在操场的你 夏天真的虚嫩的可以 带你细续草莓冰淇淋 都怪你有一年我心情 你干吗 哎 别学习了 快 学习了 快 快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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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的笔 小颗铃 当我偷偷地想着你 像是神奥的晚天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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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看来最近熬一熬的挺多 哎 你样怪 我可不想我未来的女朋友 是一只熊猫 谁是你女朋友 完了完了 要答应那个臭皮蛋了 哎 哎 这题目这么简单了吗 这题目好难啊 怎么会这么难啊 嗯 看来熬一还是挺有用的妈妈 没想到 她还挺体贴 周广涵 我告诉你 这次考试我一定能音乐 你确定吗 嗯 周广涵 嗯 你这次题目出得不错啊 辛苦了 嗯 没事老师啊 应该的 嗯 嗯 你出得不错啊 啊 注意